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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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赴盛名的美南晋星会神医学院 三年后获得博士学位 在神学院 杭克安认识了珍妮 她是非常热心的基督徒 如果叫着佛 我就非常忘记快乐 她的身体有一点的问题 珍妮两岁时脊椎骨受伤 又感染骨结核 因此她的身高还不到无耻 但杭克安看重她心地善良 关心他人 他们于1943年10月结婚 宁静的校园里 新婚燕儿的他们 并没有沉浸在花钱月下 他们关注着远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每星期为战争受害者祷告 烽火遍地的亚洲 美国与中国正并肩作战 抗击日寇 日军把当时在中国的西方宣教士 都关进集中营 有一部分遣送回美国 这些宣教士到神学院做报告 让杭克安了解到 中国有四亿人口 但基督徒仅有千分之一 而当时的美国人 百分之六十七是基督徒 我很想到中国去要传福音 因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我梦叫 这个梦叫不是在美国传福音 是在中国道路传福音 那时妻子已有孕在身 杭克安试着问他说 珍妮 如果神呼召我们去国外宣教 你怎么想 没想到妻子回答说 太好了 我十七岁时就答应将生命 交给主到国外宣教 我一直祷告求神 也给你这个感动 真是同感异灵 经过半个多月的海上颠簸 终于抵达上海 码头上 杭克安抓住他遇到的 第一位中国人 不顾一切地用英文说起来 他们都是这样 所以我看出来 一个大事情 要开始学中国话 按拆绘的安排 杭克安到苏州 一边教英文 一边努力学中文 没有想到 学习中国话是那么不容易 非常投赵 那我第一次跟他碰到 是在上海的一个夏令会 那他当年呢 领游戏 看到他是一个又高又大的 美国的男孩子 可是他讲很软的苏州话 无能远入语 而且讲得很嗲了 所有的人都笑他 当杭克安的女儿 嘉玲出生时 他已能用苏州话 给学生们上课了 没想到 这竟成为他用苏州话 这竟成为他用苏州话讲的最后一刻 他接到拆绘通知 必须尽快离开 因为中国内战结局 因为中国内战结局一见分响 西方宣教士将无法留下 心里面说的好痛苦 第一次的机会讲苏州话 之后没有一个机会讲苏州话 四八年底 他们全家前往上海 苏州车站积满逃难的人潮 学生们好不容易 把杭克安夫妇和儿子推上火车 突然发现女儿不见了 大家赶紧去找 发现抱着婴儿的人 还在很远的地方 根本挤不过来 人们手把手将我从头顶 传递到火车上 爸爸说 我们坐在两个车厢连接的地方 冷死了 上海非常冷 数多人从北部都要跑了 所以上海慢了慢了人 全家四口乘飞机到了菲律宾 他们抓紧时间 向难民中的华人学习国语 为重返中国做准备 五年的宣教计划到期后 杭克安夫妇申请继续留在亚洲 但中国的大门已经关闭了 拆会安排他们去台湾 1952年 我们先去了台中 去的时候我五岁 我真喜欢住在台湾 统统就是快乐快乐 那时台中是个小城市 我可以骑我的自行车 没有任何问题 子女就学对宣教士家庭是个挑战 台中没有适合他们兄妹的学校 杭师母就自己在家里教他们俩 母亲教我三年级的课 教妹妹幼儿园的课程 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 我们就是很爱中国人 台湾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喜欢中国饭 我们喜欢到中国礼拜堂 杭牧师的工作很繁忙 除了在台中宣教外 还在台北的神学院任教 我们的学校是在1952年的时候 在台北设立的 那在那个时刻 杭牧师就已经参理 神学教育的工作 从台中跑到台北来 早期的时候 火车也是要有点长的时间 父亲常常不在家 我母亲说 你应该有个晚上待在家里 这样可以和孩子相处 我们称为家庭职业 每星期一天 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夜晚 他受感动 要全力地投入到 台湾基金卫生学教育的工作 1953年 我们搬到了台北 我们住在厦门街 哈牧师他曾经住在这里 当时我还小 我还来他们家玩 父亲牧养这个教会 又在很多其他教会讲到 同时也在神学院教课 50年代初的台湾 人心惶惶 前途渺茫 人们可牧神 教会需要牧养的那种需要很大 厦门街那时候刚刚开始 所以厦门街的整个的成长的历程里 哈牧师跟哈牧师牧 在那里真的是有非常美好的师傅 跟见证 我们教会成立第二年它就来了 来了以后 所有教会的组织管理各方面 意识会 知识会 都是哈牧师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的 在神学院里面教教会管理的时候 一大堆理论 你要看实际的状况 你就到下面接教会来看 所以常常有神学生就过来 我用过于可以跟他们的交通来往 从台北往小土一直到中部南部 有一年我用过于 我给两百多人收尽 厦门街教会珍藏着 哈牧师的讲道录音 在我们的生活上 应该荣耀他的命 我今天就是要用这个方法 回头看看 上帝的带领在我的身上 做了一个奇妙的奇妙奇妙的事情 听得出来 当年他的国语很顺畅 台上用国语传讲神的话 台下用生命 活出神的爱 洋人家庭生活在华人中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在左邻右舍的众目睽睽之下 除了好奇心之外 这细致入微的观察 不如说是对他们 所传讲的福音 做最严格的检验 我只印象很深刻 一个白色的小的金龟车 来到教会 走下一个个儿很高的 开车门 下一个个儿很矮的 那就杭师母 两人身高再插了两个头 但是我总看到杭牧师 对杭师母是非常的呵护 帮他开车门 扶他下车 非常体贴的一个先生的榜样 有一个同学啊 就开玩笑式的问杭牧师 你怎么会看上杭师母的 杭牧师就说 杭师母她的背受过伤 身体不太强壮 但是有一次呢 就看到一个小孩子跌倒了 杭师母就不顾她自己 就赶快去帮忙 所以我喜欢一个 有爱心灵性很好的女孩 那种夫妇的相爱 那种彼此的尊重 对杭牧的科夫 都在我们学生眼中 留下了一种基督化 家庭的美好的见证 一位弟兄有感而发 写了这幅书法送给杭牧师 神注重我们所试的 过于我们所做的 真实的工作 乃是生命的流露 我的母亲真了不起 她的中文说得非常好 她的个性非常讨人喜欢 人们都喜欢围在她的身边 因为她是如此的温柔亲切 所以孩子们很喜欢她 大人也喜欢她 个子小小的 然后很可爱 杭师母很注重儿童教育 所以她也在我们教会成立了 自从零岁 妈妈还在怀孕的时候 就开始辅导 他们要注意孩子的宗教教育 那之后 小孩子一两岁的时候 我们成立一个摇篮集 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 1958年 航母师全家搬进无星街新校园 我们非常喜欢住在校园里 因为离父母的教学楼很近 生命之道 唯有用生命去传 才能让人蛰伏并且跟随 航母师的给我的影响 就是从很细微当中 见到她里面的那种生命的伟大 她就像一个时钟一样 每天早上 你不必看钟 你都看航母师 从家里出来到教室 你就知道是几点钟了 若在校园内不期而遇 学生们都忘不了 她那独特的祷告方式 两手环抱着我 我们都知道她的个子非常高 所以我差不多就是贴在她的胸膛 她是紧紧的 整个身体是贴住的 然后就这样子 很亲切地为我祝福祷告 1964年 航母师出任台湾进行会神学院第二任院长 为适应教会的需要 在她主导下 对学制 课程做了重大改进 她一直非常谦卑地 跟教会的牧者 校友 都有很密切的一种的关系 航母师善于沟通协调 教职员同心合一 使神学院不断成长 六十多年来 神学院培养的毕业生已超过千人 在台湾乃至世界各地牧养教会 广传福音 他最本事大的就是非常地细心 每一件事情都写下来 刚好碰到我呢 初心大意 每一件事情都不写下来 我在教讲道法的时候 我告诉我的学生呢 每个故事觉得有任何的事情都要写下来 这个写下来的习惯呢 是黄克安非常特殊的 宣教士家庭上有老 下有小 远离故土 很多牺牲奉献是无法代替和补偿的 记得住在厦门街的时候 家里接到一通从美国打来的岳阳电话 我们知道很可能是坏消息 因为平常没有人会打岳阳电话给我们 那是外公去世的消息 我还记得妈妈哭了 这件事让我和妹妹很惊恐 1963年时我非常难过 并全家都在台湾 独留我自己在美国念书 因此我们每周会写信 至今我还保存着父母寄给我的所有家信 有一年 杭克安年迈的父亲已无法照顾衰老的母亲 只好把他送到老人中心 杭牧师夫妇赶回美国 把母亲接回家和父母一起住了半年 杭牧师回忆说 我们回台湾那天 妈妈坐在轮椅上 爸爸把她推到窗前看着我们离开 我一再跟母亲招手 心里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但我想爸爸病危时 我一定要赶回来守候她 没想到妈妈过世才一个多月 爸爸也走了 1982年杭师母病痛家中 回美国检查后才发现 除了骨节和外 又罹患一线癌 接连三个月 医院给她做了25次放射线治疗 以身体难以支撑 她要求停止治疗 医生问她 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杭师母回答 我要回台湾 那里是我的家 在杭克安家里 大家都习惯把去台湾 说成回家 当年十月 杭师母拖着病体回到台湾 继续服侍孤儿院和残障孩子们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她都没有讲 她也没有表现出很痛苦的样子 她还上台给我们勉励 她最后跟我们讲的话 就是当乘白日赶紧做工 1983年杭师母病危住院 密留之际 杭牧师正在主持神医学院的毕业典礼 师母一直在等待 直到杭牧师赶到医院 握住他的手 他才平静地离去 教会或者是神学院 校友们都非常难过 不过他们好有信心 杭牧师就告诉我们 杭师母生前已经选择好了 要唱哪一首歌 要读哪一顿经文 他说不可以哀伤 因为我们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 是到主那里去 是要得胜的 我记得周牧师形容杭师母 像一颗小小的钻石 虽然很小 但是却发出很亮的光 能够帮助人 能够为主工作 一个多月后 宣教士杭克安返回美国 37年前 他带着全家人和深深的爱 去到中国 37年后 他带着师母的骨灰 和他的座椅 返回美国 身在美国 航母师心里 还是放不下华人 因为这边的华人 慢慢慢慢增加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向华人传福音 我跟他们有这个话 讲话 他们非常高兴 筷子还是要用 用叉子 不要用筷子 OK 大家一起聚会 有的时候要自我介绍 轮到他 他就说 小弟姓杭明克安 然后他常常说 他是小弟 大家跟他有笑 70高龄的杭牧师 参与建立了 以马内力华人进行会 并担任主任牧师 我是杭牧师 你刚刚台湾未来 你太太又个性了 为什么你不好好的退出 他说 我是做仆人的工作 做神的工作 我们永远是不退出的 他心里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县 开始在William Jewel College 在那边做一个科学教授 所以他的家就住在 这个大学的旁边 这就是我的老教 当我们请他来做 我们的牧师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从 这个地方 沿着这个周济公路 35号 经过市区 然后一直 往下面走 从这整个 堪城大社区的 这个东北 一直到西南 然后到我们教会 那么这一段距离 他每一次一趟 就是要差不多 45分钟 他在我们教会 可以说是年纪 最长的一位 他家里住得最远的 但是呢 每一个星期天早上 第一个到教会的 就是杭国师 最后一个走的 也是他 他来到教会呢 第一个 他就会在教会 每一个教室 他都会寻一遍 椅子摆好了没有 桌子摆好了没有 桌上也没有 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都会把它 收得干干净净的 甚至于到厕所 他都去看看厕所 拉一桶有没有倒掉 卫生纸有没有 堪萨斯城冬季 常有大风雪 积雪可达10到20寸 教会因大雪 临时取消 主日崇拜时 杭牧师总是觉得 非常遗憾 他总有办法 他总能够出来 通常来得最早 拿那个雪铲子 他去铲一铲 一场做的 就是把会友的名字 打下来 放一个条子 把名字记在他心里头 放在他的口袋里 长长的 一个一个 点名的祷告 那他的爱心 他的关心 是给我一个好榜样 我在学习 牧师退休了以后呢 是我们荣誉牧师 我们还是保留他 那这个office 给他感觉到他 还在这里 最宝贵的一个就是 耶稣基督牧人 他传给徐牧师 以后呢 徐牧师也传承给我 他请我去领会 他在飞机上来接我的手 我一看他 我很奇怪 我穿的这西装 他穿的是中国的一个衣服 先带领我去吃一点中国饭 没有想到 他进到中国餐馆里头 中国餐馆里面 中国人都对他非常的亲切 打招呼 好像很尊敬 很要好的熟的朋友 一样 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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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的时候 常常吃最好的种菜 有刚从国内来的家庭 没有车的需要去解送他们 航母师开车接送弟兄姐妹 二十多年 直到九十五岁那年中风后 教会牧师和他的儿女们 再也不准他开车了 他心里很遗憾 因为无法再帮助那些 没车的人了 中风之前 他是非常独立的 一直是他照顾别人 而不是别人来照顾他 中风后 航母师讲话很困难 可他还坚持用国语 为弟兄姐妹祷告 航母师从不执心 教会只好把他的薪资 存放在一个特别的户头里 但是他从来不去拿钱来用 可是每一年到圣诞节的时候 他会把大部分的拿出来 寄给台湾神学院 他也在我们的神学院里面 设立了一个腾学教育基金 剩下来的钱 他会分给国内的布道会 宣教的工作 让我们教会每一年 也有一些特别的奉献 只要有缺的 航母师就把这笔钱补上 航母师生活很节俭 对自己几乎苛刻 有一次他告诉我 他说你知道我这件西装多少钱吗 你知道有种跳蚤市场 我说每斤一块钱 就下面这50周年的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 他竟然还穿那件的西装 不但是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 他总是用他的爱服侍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真是有神的怜悯跟祝福 有这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牺牲他们的一生 就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他们对中国人 比我们还对中国人 福音更热诚呢 所以不能不给我们 很大很大的激励 宣教士们飘洋过海 无怨无悔地献上自己的一切 他们的双脚走遍城镇 乡村和边疆 他们的双手只是给遇而不索取 他们默默地工作 做着哪些看似频繁 却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事 并且几十年如一日 这真实的生命饰养 远比他们口中的道理 更能打动人 激励人 改变人 今天海内外千千万万华人基督徒 就是他们当年流泪撒种 结出的果子 他们至今还在世界各地华人中 辛勤地耕耳 97岁高龄的杭牧师 依然关心着华人 见到新朋友 是他最高兴的事 还是那样谦卑地自我介绍 小弟杭克安 杭州的杭 废夫的废 平安的安 废安 小弟杭克安 小弟杜 杭州的杭州的杭州 地区 杭州的杭州 小弟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